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上个视频来给大家分享的 双向触发2G管的工作原理和测量方法 和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这种双向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那么今天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双向可控硅怎么来判断它这个脚位的定义 当然我们在实际维修中 其实我们不用去判断它的脚位顺序 当然我们碰到哪个可控硅坏的话 我们同型号换上去就可以了 再说到网上的这种可控硅的脚位定义 一般都有示意图 而且这个基本上都是统一的 很少有变化 通常我们可控硅的脚位顺序是T1、T2 还控制级 针对双向可控硅来说的话 那么有的朋友还是想看脚位怎么判断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简单的演示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网上也有很多种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缩像可控硅 有三支引脚 那么我们用外表去测量的话 每两支引脚一个正反测量 就是这个两支表比交换测量一下 那么就有六次测量 那么我们这个三个脚中的其中有一支引脚 和任何两个引脚 不论正和反都是没有导通的 就是说我们用指针表的话 就是这个表正没有偏转 那么那个脚就是我们所说的T2 那么这个测量方法 我们一般的用这个指针表 指针表用乘1档和乘10档 因为这个两个档位的电流比较大 那么我们现在来实际演示一下 我们两两相测 那么我们这样测 是有偏转的 那么也就可以说明 这两个脚肯定不是T2 那么我们就第二个脚 这样测没反应 反过来测 也没反应 那么我们在第二个脚和第三个脚 同样也是没有反应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第二脚是T2 这个T2我们很容易分辨出来 我们主要是剩下的两个脚 一个是T1 一个是控制机 我们看去怎样去把它辨别出来 那么刚才说的 中间这个脚就是T2 好 那么我们剩下的两个脚 一个是T1 一个是控制机 G 那么我们怎样去分上这两个脚 怎么去 就是说知道哪个脚是控制脚 其实很简单 我们用指针望远表 我们记得把这个黑表笔 指针望远表的黑表笔 接到T2上 不要动 就是始终这个黑表笔是接T2的 然后我们用红表笔去 去碰剩下的两个脚的 其中一个脚 假设我们认为这个脚 就是T1 假如说我们现在认为第一个脚是T1 那么我们黑表笔 接中间这个脚T2 红表笔接T1 那么我们再用个列子去 那么剩下这个脚 我们假设第一脚是T1的话 那么剩下这个脚就是控制脚 我们去用这个列子给它 用这个列子短接第三脚 就是我们假设的控制脚和T2 我们看这个表笔 是有偏短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镊子拿了之后 这个指针的偏短还能维持 那就说明这个脚是控制脚 那么我们同样反过来 我们也试一下 假设我们第一个脚是控制脚 最后一脚是T1的话 我们同样黑表笔接T2 红表笔接我们假设的T1 我们去用这个镊子短接这个T2 和这个T1 这个假设的控制脚的话 大家看这个表征也是偏整的 但是当我把这个镊子拿走之后 失去这个 假设的这个控制脚的出发电压后 这个表征就落下来了 就说明这个脚不是控制脚 因为控制脚的话 给它电压之后 它会一直维持导通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可控硅就分担出来了 说明这个脚就是一个控制脚 刚才第一次说的 那么剩下的脚就是T1 其实这个可控硅大部分的脚位 顺序就是T1T2和控制脚 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当然它这个要用指针表才行 用数字表的话是测量不出来了 视频刚刚开头也说了 其实我们根本上不需要这么仔细的去测量 我们只要简单的知道这个可控硅是好是坏都行的 上个视频给大家说过 这个可控硅如果损坏的话 就是鸡穿 这个鸡穿短动了 就是说任何两只脚之间都是 组织都是接近于零的 就是鸡穿状态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好视频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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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